如今互联网让每个行业都变得那么透明,明星们的隐私也更多的暴露在了阳光下,在过去,片酬多少一直是明星们比较避讳的问题,但现在信息越来越公开,明星们再怎么避讳,还是逃不过神通广大的网友? 其实这也是好事儿,明星们赚那么多,不公开片酬的情况下,偷税漏税不要太简单,有关部门也不可能查遍每个圈中人的收入,香港娱乐圈虽然如今已经显出了颓势,但是颇有影响意的影帝们,不管在哪里都是香菠菠,香港影帝的片酬可都不算低,他们拿着高片酬拍出高品质的戏,也是应该的, 总比小鲜肉们拿着天价片酬,结果拍出不入流的电影要好太多,刘德华是四大天王之一,早期是TVB的艺人,老一辈的香港艺人大多都是从最底层摸爬滚蛋磨练出来的,刘德华也不例外,早期他也像当下的年轻演员一样,被质疑,被dis,但现在却是实力派前辈,可见没有人是生来就被大众认可的, 现在的年轻演员,还是要多向前辈学习啊,刘天王虽然名气大,片酬在影帝里却是比较低的,三千万左右,虽然早期也演电视剧,但自从在电影方面有了比较好的发展,就不再接演电视剧了,现在更是很少出山,若是没有极为精彩的本子,就很少能见到他了, 梁朝伟应该是业内很受欢迎的一个男演员了,金城武和他都是很多明星的偶像,不仅在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生活中梁影帝也是个很富有事情欢意的人,他可以买国际接票,直接去国外的广场上喂喂鸽子,也可以在家宅上半个月,他和很多老一辈艺术家一样,已经不再重视戏的数量, 而是指拍自己喜欢的剧本,更注重戏的品质,而片酬还是比较高的,四千五百万元,比刘德华的要价还要高,作为在国内外都非常有名气的大明星,甚至在国外都有很多的崇拜者,成龙拿着五千万的片酬,用老当义壮来形容功夫巨星,成龙在何时不过,在其他香港艺术人都在减产减量的时候, 他却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每年都会有一部电影和大家见面,很多人看电影就冲着成龙两个字,因为就这两个字就代表着精彩呀,真子丹是除了成龙,李连杰以外,少有的在好莱坞也吃得开的华语明星,在国际上也有很高的知名度,据说他在内地开水一万的时候,片酬已经达到了一个亿,这可是大哥片酬的两倍啊, 现在真子丹上年纪了,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拍过多剧烈的打斗戏了,所以咱们要珍惜他之后拍摄的每一部动作戏啊,毕竟以后看性片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还有没有片酬更高的人呢? 其实真的已经很难寻觅了,不过有一位他现在已经不再轻易出商拍戏,所以他的片酬会不会超过前者,在目前就是个无解的问题,这个人就是周兴时,他为华语影坛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现在的主要身份是导演,每部电影都叫好又卖作,除了演戏风格自成一派,导演风格也无人能复制。 这些人是山谷,我们有很多人的主要带来看性片,帮助他们有很多人的主要带来看性片,帮助他们也有很多人的主要带来看性片,帮助他们以为华语影坛做出的过程度,现在的主要是 ин和评众,如果会有什么带来看性片,帮助他们有很多人的主要带来看性片,帮助他,帮助他们的主要其他人的主要带属,帮助他们地帮助他们的主要带来看性片,帮助他们的图充上,帮助他们在婚出的中心里面中的会有一个人的主要带来看性片的旨人带来看清婚